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程师郑国斌和他的助手来到了郊区一处葡萄园 晚春的景色让人陶醉 他们却并不是来踏青旅游 他们来到了葡萄架下 掏出随身携带的工具 仔细观察着地面上的蛛丝马迹 这里就稍微靠 尽量靠近它的蜘蛛 落着我的位置 学密片刻又拿出随身携带的铲子 小心翼翼地挖出一块土壤 装进瓶子里 还仔细地编号记录 这普普通通的土壤里有什么玄机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您在做什么 我要取样取这个 因为这个葡萄树下土壤里大概五厘米处 在私人土这里面的酵母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就取这里的酵母 取这里的泥马里的酵母 那个 你把那个瓶子给我 这里面就会有吗 这里有 这里有 这里数量大概在十的五十方一般 这个位置我们取酵母 就在这里面取 为什么在这里面取 因为首先这是个果园 果园根部的土壤里面就含有糖分 酵母它的生活环境里 首先要满足几个条件 就是首先有糖 这里面土壤里是有比较多的糖的 那么这里面的酵母是很丰富的 数量非常大 然后我们就 当然这里面也有别的菌 我们回去还有做处理 我就把这里的土壤 取了以后 放到这个 灭菇菌的这个取样 样品杯里 就是所有的这个果园下面都有吗 还是说 果园下都有酵母 都有 我给它盖上 到时候回去做一个标记 这些地方都应该有是吧 对 这个土里面 其实说实在的 料排蛮大 原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酵母 告别了葡萄园 他们沿路而行 不久 看见路边山上有许多樱桃树 这里以前可能是人种植的果园 现在似乎废弃了 成熟的樱桃无人采摘 不少都掉到了地上 鲜艳欲低 十分诱人 像我们看到这儿就像找到宝了 你看我们这里 这里蛮多落果 这个地方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采集酵母 最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土壤里富含糖 然而多年成年的落果 说明长期这里有这个樱桃落下来 酵母也很丰富 对非常丰富 把它先清干净照表面 然后大概是五厘米 五厘米打开 打开 就这地方的土壤 其实这么湿的土壤 浅一点也不要紧 就这儿的就可以 他们如获至宝 对熟头的樱桃视而不见 马上又开始了挖掘 他们为什么非要来这穷山野岭找酵母呢 如果想蒸馒头 去超市买一包酵母就好了 如此大费周章 去土壤里找酵母 又是为什么呢 酵母是个大家都知道 但又不那么清楚 它到底是啥的一个东西 酵母用来发面 发馒头 发面包 啤酒 白酒等等 从古埃及时代 人们就利用它制作面食和酿酒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 天然的酵母存在于空气和土壤中 四处都有 简单来说 酵母就是一种微生物的总称 还有很多种 发面包和发馒头的不是一种 自己家发馒头用的和隔壁邻居家的也有细微的差别 不要小看这种细微的差别 正是这点细微的不同 让它们发酵的产物产生了细微的不同 然后造就了不同食物之间口感的微妙不同 最好的例子是泡菜 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工艺 不同人做出来的就是味道不一样 这可能就是手上不同的微生物所致 酵母的工业化很早 19世纪 西欧发达国家就开始工业生产酵母了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开始加速发展 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 中国酵母行业也开始起步 当时正工程师所在的企业 也引进了一套欧洲的生产技术 远想一边引进一边学习 不想出师就是当头一棒 外国先进技术生产出来的酵母 销路极差 当时市场就说 我们的酵母卖到中国 发现我们中国做面包都加糖 那个时代我们做面包都加糖 不生产那种主食面包 蛋味面包的 至少要加个百分之几的糖 但一加糖 你在那种加了糖的酵母里面 它就产生不了这么多气了 就大大的打折扣了 那别人反应就是到了别人面包房 别人一发 根本就面包蓬松不起来 外国的酵母到了中国 水土不服 销量惨淡 现实迫使他们必须寻找到 适合中国情况的能耐受高糖的酵母 酵母虽然看起来都一个样子 但却有着很多的种类 生产酵母看似技术含量不高 里面却大有玄机 而其中的核心技术 就是必须找到自己的最合适的菌株 光引进技术 那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 要不断地去改建 为什么不行 因为全球的技术都在进步 你自己一个十点的技术 那么你必然后后面是要落后的 为了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酵母 郑国斌和同事们 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酵母 他们上山下乡 深入穷乡僻壤 而他们寻找的一种重点目标 就是发馒头用的老面 教母对于中国人生活的改变 在近三十年间是显而易见的 在没用它之前 怎么去发面蒸馒头 是个相当麻烦费事的工作 你需要首先有一种叫老面的东西 也叫面起子 就是一小块已经发酵好的面 里面生活着酵母菌 用这块老面来活新面 让新面发酵 这个发酵过程通常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一般都是晚上发面 第二天蒸 蒸馒头之前还要预留下一小块面 以备下次使用 这块有酵母菌的老面是从哪来的呢 最开始都是往面里加糖加蜂蜜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秘方 吸引空气中的酵母菌到这上面来 当然除了酵母菌 还会吸引来其他各种奇奇怪怪的细菌 如果运气好 会有一些能产生特别香的东西的细菌 让做的馒头十分美味 这个过程还会吸引到乳酸菌 这样蒸出来的馒头就会有很酸的味道 为了中和酸味必须往面里加点茄 不小心加多了就会变成黄黄的茄面馒头了 如此蒸馒头 不仅费时 而且考验厨师的水平 不过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不仅中国 欧洲 亚洲 非洲 全球各地 凡是吃发酵食品都离不开酵母 古人生活真是不易 其实也不算古人 三十年前我们还是这样呢 北方许多地方能蒸好馒头的媳妇 总是受人夸奖的 看他这个老面拿来我们看一下 对对 这种老面 你看我们 你看你闻 这个老面还带骨酸味 这个老面我们一会儿来采一遍 你把那个手套给我 他这种酵母是人类可以使用的酵母 并不是所有的酵母人类人类都可以使用 这是安全使用的酵酒酵母 这里面 不是这个你们已经有那个酵母了吗 可以发面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大量的采集这种各种的量酒酵母 回去来筛选 也许我们能找到更好的这个量酒酵母 作为我们的工业菌种用 什么叫更好的 就是比如产气更好 有更好的风味 能够更耐干燥 储存能力更强的这种酵母 因为其实我们做酵母其实有很多的指标 当然产气是第一的 再一个它要能生产 可生产性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酵母的味道 有酵母味 我们要选那种酵母味少的 甚至能带来比较好的愉快的味道的酵母 为什么叫酿酒酵母呢 就是说实在它最早是我们在这个做啤酒的时候 发现里面找到的一种酵母 所以我们中国汉文就叫酿酒酵母 不过上世纪末 随着酵母的普及 家里备着老面蒸馒头的人 实在是越来越少了 大家都去直接买馒头 或者买酵母来蒸 酵母的工业化实实在在造福了大众 而他们的工作 就是到这些还存留的老面中 寻找到合适的 能够耐受高糖环境的酵母菌 除了老面 在这个比较闭塞的村落里 还发现了个酿酒的酒酵 今天可能不巧正在发酵 这都是 这都是 你看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酵 对 对 对 正在发酵 在哪里取啊 就 这里面 看 在树药袋里里 你看 这玉米粒 这玉米粒正在发酵 里面拌了酒取以后正在发酵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酿酒酵母 我们就在这里面取它这个 酒造里面的酿酒酵母 回去来分离 这是它天然的 这是它天然的 拌进去的 曲子里面的 不是工业化的那种 工业化的酿酒酵母产品 它这个酒取就是常年制 它就制这个曲子吧 酒曲子 有大曲啊 小曲啊这些曲子 它拌在里面 这里面就有酵母菌 这里面当然也有很丰富的酿酒酵母菌种 我们把它取回去了 能够丰富我们的菌种库 这些酵母里也许就有我们将来 能用的 有些特殊性状的一些酵母 比如耐受性比较好的 风味比较好的等等等等 最终我们就是在耐根温的一个酒酵里面 找到了这一种酵母 耐温性能非常好 目前我们已经把它工业化生产了 是非常棒的一个酵母 找了多久 这个至少是找了好多年 找了一个三四年的样子 分了大量的这个酒糟啊 大量有多大的 成吨的 可能有个四五吨都有可能 像这样自己制区 自己发酵 自己蒸留的酒房 在当今已经是凤毛麟角 编馒头面包都很少自制了 更别说自己酿酒了 而酒厂也基本都使用了 更为稳定的工业酵母来发酵 郑国斌他们就像酵母的猎人一样 在祖国各地四处奔走 上山下乡 寻找着各种各样 有独特用途的天然酵母 而现在他们必须加快脚步了 随着工业酵母的不断普及 这样使用天然酵母 做面食做酒的地方 越来越少了 采集回来天然酵母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首先要把采集回来的土壤 老面 酒区等进行清洁 分离 滤除杂质 把里面的酵母菌分离出来 现在可以接种 对对对 下面我们要做菌种分离的工作 这是培养好的那个平米 里面长的都是这个酵母的菌落 我们采集的都是酵母菌落 我们从野外采集了 加了抗酵素 抑制了其他的杂菌以后 长出来的都是酵母的菌落 哪个先是 这些点点都是的 采集回来的酵母样本 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处理 首先 土壤里除了酵母菌 还有其他各类 细菌 真菌 乳酸菌等等 要把酵母菌先从中分离出来 分离出酵母菌之后 要先培养几天 然后测试 这个菌种是不是具有想要的性质 比如将它放到高糖环境中 看看还能不能继续生长 一般来说 想要找到一株合适的菌种 是相当困难的 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实验 才能找到合适的一株 找到了合适的菌株 还不算完 自然界存在的菌种 即使具有耐高糖的特点 往往耐受性也不强 需要人工采用紫外照射等手段 施加强大的进化压力 迫使酵母菌加快进化速度 产生突变 变得更耐糖 繁殖更快 发面更快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老面自己发面 往往要一晚上的时间 而用酵母只需要一两个小时 就是因为工业化量产的酵母 经过了人工的优化 为什么要挑一下呢 因为我把它挑到这个饰管里面 作为菌种 然后下部用这些菌种 进行筛选的工作 因为筛选出好的菌种 我这个放这里面是没法筛选的 我要把它挑到鞋面里面 一个菌种 为什么要去筛选 因为挑出来的菌种 有好的有坏的 有我们需要的 有些是我们不需要的 我要找 比如产量比较高的 比如产气能力比较强的 比较耐储藏的 耐糖耐肾的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那么如何鉴别出它们呢 就需要进行筛选 我这部培养好以后 传到鞋面里 掌握好以后 我要用摇屏进行筛选工作 我这一环你看 多少了一点点 不仔细看 都看不到的话 大概有小米粒 小米粒一样 树米小米粒一样大一点 经过七天的培养 就能生产出 绝干的 生产出高活性的干酵母 我们如果是300立方的罐子 一罐子能生产12吨 我们再接一次 大概只能生产五六罐的话 那就基本上能到 至少能到60吨 绝干酵母 那就非常大的量 效率非常高 维生物的效率非常的高 有了这个现成的 特别好的酵母菌 接下来要进行的 就是工业化生产 别看我们自己 用酵母的时候不多 需求的量也不大 但每天 全国 全世界人民 蒸馒头 发面包销后的酵母 是个惊人的数字 不过酵母厂倒是很少担心 产能不足的问题 因为酵母的生产繁殖速率 实在是惊人 就像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一样 在合适的条件下 酵母菌自己进行分裂 一个变两 俩变四个 我们养一头猪得半年 鸡也得两三个月 酵母呢 只加二大小的酵母菌 放到大罐子里 控制好温度湿度 投入足够养料 七天之后 它就能出来十几吨 论繁殖生长的速度 水比得过指数分裂的微生物 这个状态就很好 这个已经完全成为颗粒状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 沸腾肠的干燥 干燥以后就成为了 商品的高活性干酵母 酵母的种类不同 用途也各有千秋 有的专门发面 有的发甜味食品 有的用于酿造啤酒 有的用于制作酵母片 每一种酵母菌 人们都通过不断地选育优化 将它某一种功能发挥到极致 这也是酵母厂的核心技术之一 除了传统的发酵 酵母的抽屉物 还能用于制造调味片 生产蛋白粉等营养物质 甚至女性用的化妆品里 也有它的身影 酵母的生产 还要经过脱水的步骤 这是保证它长时间储存的 关键一步 干什么啊这个 就是酵母在这里面干燥 把它干到水分只有2%的 一个绝干酵母 高浑硬干酵母 为什么要把它干燥 干燥以后 这个酵母才能够保存到 两年的时间 因为一个湿润的酵母 是没法长期保存的 是什么呢 因为它水分多了 它的各种生命活动就不会停止 干燥以后 它很多生命活动就 休眠状态了 这个时候的酵母才能够长期保存 我们做这个时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看这个菌种 能否受得了这个干燥的环境 我们来现场比较一下 使用耐高糖和不耐高糖的酵母 在发面时会有怎样的区别 我们来现场烤制甜味面包 使用完全相同的糖 面和其他原料 唯一的区别就是 加入的酵母不同 不断细分的酵母种类 让厨师们制作各类面食 都更加得心应手 同时发面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回一会儿 面发好了 我们来看看 使用不同酵母会有多大的区别 这个面还有吗 还有 在揉 在揉 这个发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发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那现在发的怎么样 看看吧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是新菌种 对 这是耐高糖的新菌种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耐高糖的新菌种 这是我们的老菌种 这个是不耐高糖的一个菌种 很明显 这个里面的糖的浓数是多少 这个面团 这是我们家20%的糖的 20%的糖 对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是20%糖 这个都是一样的甜面团 这个新的菌种 明显在耐受这个高糖方面 是性能非常好 你看 同样的 它发的很抛 这个呢 就明显的在不耐受这个高糖 在这个里面 它就没有发起来 一样的 说明这个菌种做高糖面团 还是非常合适的 是的 加的糖是一样的 对 一样的 都是20%的 糖也一样 什么 发的时间也一样 发的时间也一样 对 面团也一样 配比都是一样 酵母的菌种不一样 所有的条件都一样 这个是不耐受高糖的那个菌种 这个是耐受高糖的菌种 不一会儿 烤箱里热气腾腾的面包 就出炉了 金黄的色泽 看起来十分诱人 它们个头上的差别 也十分明显 那我们切开看一下 切开看一下 小心手 这个蛮好切 这个比较蓬松 就切切 这里面的糖分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 这恐童看起来很均匀 这个发起来的 它它的葱味比较充分 像这种小的 我们一块不一样 这明显的一股 发酵好的香味 这明显的就是没发好 为什么没发好 不耐受糖是什么 对 它不耐受糖 就是说 加了20%的糖以后 这个酵母就相当于 有一定的渗透压了 这个酵母的活性 就减弱了 减弱了 它就产生不了 这么多气体了 可能不加糖的时候 这个酵母也能抛到这么大 发这么大 但是一加糖 它就发不起来了 而这个酵母在加糖的时候 它仍然能发到这么大 它是耐受糖的 因为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做国谱 很多人吃国谱 国谱就是拿那个蜜糖 腌的 就是高浓度的糖 那为什么要腌它呢 腌了以后它就不能变坏 为什么不用变坏 就是为什么在里面没法生长 它浓度太高了 同样的 我们20% 它这个酵母 它就受到影响了 而我们塞出来 这个耐受高糖的酵母菌种呢 它是能够在20%下 仍然良好的增长的 2015年 高耐性酵母关键技术 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提高了我国酵母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我国酵母猎人们的不断努力寻找下 我国生产的酵母走出国门 交往中东 非洲和欧美市场 酵母猎人们的辛勤工作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 同时 它们寻找新酵母的脚步 也仍然在继续 一种普通的药用植物 在神秘的实验室里 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行 传统中药如何传承和发展 敬请收看 新药从何来 上街